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它里面在第九条里面就规定 就是政府的任何的公共建设的投资 要拨1% 这个1%是要来美化建筑 但实际上我们希望这个1% 在它背后所代表的意义 是放大成更大的 就是希望人民能够共同参与 我们生活环境美学的这个对话 有关于这个公共艺术的部分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参与 那既然叫公共艺术 它就不是一般的所谓的 文美术馆或是博物馆里面的艺术 它基本上会设在 说不定是公共空间 所以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 就是人民跟它所发生的关系 简单地说 就是公共艺术的出现 除了美化空间之外 还能促进城市公民彼此的良性互动 进而让民众对社会产生凝聚力 对于刚迈入民主社会的台湾 这是一个良性的发展 城市的改变 背后有着各种公共工程作为基础 这与公共艺术成长的轨迹 有着微妙的联动性 那这些中大的这些公共建设 也都必须要做公共艺术 所以我们人在城市当中移动 就自然非常容易碰到公共艺术 所以现在可以这么讲好了 就是到处 只要我们走到外面去 离开家里面 走到街道上 对 做任何的交通工具 大概都很容易碰到 这些公有的建筑物里面 会有所谓的公共艺术 达成不同年代通车的捷运路线 就好像达成公共艺术发展的 导览列车 在一个国家竞争力不断要提升 对这个环境的 更好的一个美学是重要的 我们也希望它在我们的周围里面 让我们处处都是美术馆 有很多的艺术品 在我们的生活的周围 所以我们可以从很基础的部分 让我们的孩子 了解美到底是什么 第二还是鼓励大家 能够透过公共艺术来理解 甚至参与 能够扩大这样子的一个对话的内容 艺术与生活距离有多远 藉由六大感官捕捉周遭美丽事物 原来艺术就是我们的生活 感恩社会福利基金会 邀您一起遨游新生活美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